凯呀你作为游戏区up主平时只推荐零食难道不反思一下吗 我反思我反思主要是我爱吃游戏外设的话怎么能没有呢 作为游戏区up主离不开的一个设备就是游戏收饼 当然游戏试读就两说了啊那个有手就行 介绍几款入门级游戏收饼都是百元左右 雷神G30S百元内价格99元 外观配色比较肃静质感倒是中规中矩 握在手里比较有分量按键布局也挺合理的用起来很顺手 值得一提的小巧思摇杆高度可调节不需要额外的配件 拔下摇杆冒旋转90度卡入不同深度的槽位 对于不同的精度需求有很好的游戏体验 它还有线性扳机件 但是相对比其他品牌雷神G30S的线性扳机有点重 当然我是没摸过真扳机啊 使用雷神G30S的时候按动扳机键要比其他键位多用力 那感觉不是很协调 支持多平台连接 但是Switch的时候需要有线连接 没有相应的加减键 可以当副手柄来使用 时常玩的竞速和射击类对扳机键使用率比较大的玩家 选择时可以先上手感受一下 八位堂猎户座青春版 148元 这是介绍的几款入门级收饼里价格比较高的了 我买的是旷野绿啊青春的颜色嘛 整体采用了统一色系 用料和材质中规中矩 入门级就是低调 青春版取消了背键 其他的手指放在背面 不用担心误触了 握持的更踏实 重量比雷神G30S略轻一点 轻一点是一点 PS5同款线性扳机 力道适中 操作起来比较舒适 摇杆手感非常不错 操作细腻 按加键和减键5秒可以开关摇杆死区 你以为有了这两个件 猎户座青春版就能连接Switch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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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原因 没蓝牙 即使连接电脑或者手机 要么有线连接 要么插入2.4G接收器 很贴心的给移动设备配了一个转接头 在试玩模拟器FC之类的游戏时 发现十字键的控制稍差点 斜向上斜向下时常有失误 所以总要下意识大力的按 玩家购买的时候 要注意连接方式这一块 适不适合自己 对十字键很有需求的朋友也要考虑一下 盖世小机起明星79元 价格最便宜 正如各位所见 起明星为了压低零售价格 包装是特别环保 直接扫码查看电子版说明书 从外观设计上看 起明星采用了简洁的设计风格 适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玩家 花里虎哨 这性价比里都不在这个 外形和大小恰到好处 抓握起来很贴合 适合长时间游玩 防滑错的不突兀但是有效 支持电脑手机 Switch多平台 有线无线蓝牙三摩连接 其中蓝牙5.3是最新标准 不用担心适配问题 左右摇杆的无死区模式也是可以开启关闭的 同样是霍尔摇杆 这些年这摇杆是挺火的 据说寿命500多万次 游戏试玩响应速度也是可以的 启明星具备精准的摇杆控制和灵敏的按键反应 PS5同级探摩线性扳机 左右握把里内置的是与插帽子同类型非对称摆锤马达 带来更真实的游戏体验 在入门级游戏手柄里硬件和功能都是比较全面的 该有的都有 关键价格还是最便宜的 这性价比可想而知 小机拥有10年研发经验和微软授权 研发的手柄品质都是有口皆碑 哪怕这次做的是79元的价格 也依旧没有放弃手柄的品质 在这个价位也用上了寿命500万次的霍尔摇杆 售后呢 7天无理由退款 一年内产品有问题 官方都将换新处理 这么一比较的话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价格便宜 功能齐全 售后有保障的入门级游戏手柄 我推荐盖世小机奇明星 关键是真便宜啊 简单分享到这里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